清汤鱼圆 这是浙江绍兴一带的传统风味菜 曾经在全国烹饪大赛上获过奖 做这道菜要用的主料是白鲜鱼一条 配料有豌豆苗25克 熟火腿片 水发香菇 熟笋片 调料有姜水10克 味精2.5克 精盐25克 鸡油10克 清汤750克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菜的具体制作方法 将白鲜鱼取下两盘鱼肉 将鱼肉放在案板上 用钉子盯住鱼尾部 然后慢慢刮下鱼肉放入碗中 鲜鱼肉放入碗中 将刮好的鱼肉放在案板上 先排剁 然后再用刀背敲 敲好以后再用刀塌一下 取出鱼肉中的细骨放入碗中 在鱼肉中加入清水拌匀 然后再加入精盐 搅拌上劲 搅拌上劲 搅拌匀 好不容易 用调羹将打好的鱼绒制成鱼圆放入锅中 慢慢加热煮熟 边煮的时候边加凉水 去掉浮沫 放入香菇笋片在水中烫一下 加入精盐 味精 火腿片 然后起锅淋入鸡油 再放入绿色蔬菜 最后出锅装入大汤碗中 再放上香菇 笋片 绿色蔬菜和火腿片即可 做这道菜的时候要注意要掌握好鱼泥放水加盐的比例 鱼泥和水约为一比二 而且应当分两至三次进行 这道清汤鱼儿的特点是汤味清鲜 鱼肉滑嫩洁白 味美无比